根據普京簽署的法令 今年春季徵兵從4月1日開始到7月15日結束 預計徵召15萬名年齡在18到30歲之間的 非預備役且符合條件的俄羅斯公民 按照法律規定 義務兵不能被派往俄羅斯境外作戰 不過2022年以來 仍有一些義務兵被錯誤地派往沃克蘭前線 據英國國防部的數據顯示 自兩年前俄羅斯入侵沃克蘭以來 俄軍傷亡人數會已達35.5萬人 數據顯示 俄羅斯約有132萬現役軍人和200萬預備役軍人 沃克蘭官員週日表示 俄羅斯夜間再次對沃克蘭多地的能源設施 發動了新一輪的無人機和導彈襲擊 導致兩人喪生 數十萬人斷電 沃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表示 俄羅斯的卑壘攻擊 使得沃克蘭的能源設施遭受重创 他會與西方盟友提供更多援助 俄羅斯對沃克蘭的能源基礎設施 發動了自戰爭爆發以來的最大規模襲擊 烏克蘭最大的私人能源公司DTAG稱 其六家工廠中的五家遭到損毀 破壞了其80%的供電能力 修復時間或將長達一年半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 易靜綜合報導